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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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雪莉接着会分享她一开始为什么有创业的念头 创业题目Ritas的灵感来自哪里 然后在电商生意启动之后 她又遇到哪些创业初期容易遇到的坑洞呢 赶快来听听雪莉来做客的下集吧 感谢观看 可以更规律的去采出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可以找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做 可以就是时间上掌握得更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前期来讲我是希望就是可以一个规律的采出 那我觉得有一个伙伴可以帮忙的话 那这样的话会会比较稳定一点 因为一个人啊如果是要一直稳定产出内容 其实这蛮累的 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些东西耶 就光是音频的产出 然后如果你还要固定还要po文的话 实在是很花时间 而且我觉得就是剪辑啊这些 虽然音频已经算是比较简单跟那些video比起来 但是真的是会花很多时间 因为就我觉得还是自己对品质还是有点要求吧 就好啦就老实说 比如说我也会随便看一下那个市场上 现在大家都做了什么这样 有时候我真的想说 哇这个东西也可以拿来放在这旁边 也有那么多人在听 我就不经常说 我这个也有那么多人在听的话 是不是我其实也不用这么认真的在编辑我的内容 剪得很辛苦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前期对就是如果一个人做 然后你要有规律性的产出 那第一个当然你一定是要有兴趣 你才有办法做这种规律的产出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吧 就是你要有这样子就是我既然要做 就是我要有规律 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规律自律性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做自媒体一个 很很大培养的能力 就是自律性 真的是 因为没有人会独促你啊 对啊 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没有人独促我 因为尤其是 目前都还在那个规模不是很大 就没有什么人回应 通常比如说一篇文章或什么 通常都是我的朋友会在底下回应啊 那种很孤单的感觉 就会令人更没有动力继续做下去 常常都这样子 真的真的 但是我觉得一旦有收到陌生读者的回信 一点点的 你会真的 是当下你会超级超级有感有动力 我觉得这比一些你看到的 比如说收听率啊 或者是开信率啊这些的都有效 就是你如果收到读者真实的留言 如果又是对你很有鼓励性的 我觉得那个动力真的是突然瞬间 从零到一半 因为我之前也有一阵子就是觉得 做一做好像没有什么回应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做这些东西 到底有没有对人有帮助啊 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收到人家的feedback 然后顿时间我就决定要只赶快再 继续录下一集 我觉得就是读者的这种回馈 其实是对于自媒体创作者最大的 对啊真的是 我一开始做也只是纯粹就疫情的时候 在家里蛮闷的 然后所以就想说好那找一些 呃我也在海外的朋友一起来聊一下 然后才这样开始的 所以这次也很好奇说 一开始你怎么会想要 发起闺蜜的海外私房话这样子 我觉得最早是觉得它是一个 应该说最容易开始的一个项目 因为第一个你只要花时间 你不用花太多的钱啊 比如说你今天要做一个实体的business 你这些你都是要考量到你的 你的不只是时间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资金 那我觉得刚刚刚开始我在所有东西 我都没有尝试过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花一点时间 然后去了解这个这个市场 其实是对我而言是最最容易的方式 然后因为我本身就还蛮喜欢写东西的 就是在在我做那个闺蜜好爱私房话之前 我其实有在别的平台写一些文章 算是写作这种content的creation 我是还蛮觉得蛮有兴趣的 所以再加上我自己过去的那个经历吧 就海外工作这一块 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 所以当时就是想说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直接就想说那我就试试看吧 从Vlog开始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最早有创业想法的第一个 第一个开始想的东西 一开始这样子就已经算是很有行动力了 尤其是后来又培养 你又是很稳定的在创作内容 讲到创作内容的话 我觉得蛮有感的是你真的是要有兴趣 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你要什么 现在有很多帮忙操作Vlog啊 或是那种粉专 你要写到爆红或行销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文章套路的 就你可以看到说 啊我们要就是追时事的梗啊 但我就觉得还比较重要的是 就你自己还是要对那个内容真的有兴趣 然后有自信可以给别人看吧 因为不然的话你做一做就会觉得很累 对 就不会想做了 真的 而且就是像你刚刚提到追时事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我自己在某一些方面 我可能就是对于这种时事的东西 我知道这些新闻 但是你要不要写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就是你写出来这些东西 就是对人家有没有帮助的 我觉得这一个是我在比如说创作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会很重视的问题 因为毕竟你是创作你是给别人 你希望是可以帮助到别人的嘛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发文啊或什么的 你如果纯粹只是跟风或什么 这其实不是我想传递的讯息 所以可能就我就不太会是这样子的操作方式 通常都是我真的自我 就是自己如果有感觉的话 对自己真的是有体悟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跟我自己自媒体的定位吧 就每个人的媒体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讲到定位这个我也是觉得蛮挣扎的 因为我自己我也是常常在想说 天哪我的我的我的那个social media 就是上面什么都有 就也有我在这边生活的心得啊 有时候有邮寄 然后有我自己看书或是看电影的心得啊 然后还有录podcast有关的主题嘛 就其实什么都有 我常会觉得好像好像没有一个那个方向 其实这样比较难行销啊 比如说如果说你的那个 你的内容全部都是讲呃职场文 然后心灵鸡汤那是就很统一一个方向 或者说你就全部写邮寄那也是一个方向 但我现在就是有点什么都写 呃不过从通常想到这边 我又会回到那个刚刚想的那个点 就想说 因为像像你就会很注重说你的内容 有没有对别人有帮助 那我也会想说啊我的内容是想要给别人什么 后来我想一想就觉得说算了 我就是想要写我自己会觉得有趣的内容 所以所以那我就把那些我生活上面的东西写下来 就生活纪念相关的 对啊对啊 而且就刚刚讲说就是你想要提供的是一个闺蜜的感觉 然后私房化嘛 因为很真诚 所以特别才会让人觉得比较有感 因为有很多那种房间的啊 无论文章或什么就是很多鸡汤文 你看一看就觉得有点麻木 你可能看一篇两篇就觉得哦很感动 但看一看就有点麻木 我之前就有一阵子听了你的全部的那些比较短的技术 访谈的话我好像比较没有听 主要听你自己的那些可能20分钟以内的 但我就觉得真的很真诚 哦真的吗 对还蛮真诚的 因为你如果听其他的很多的鸡汤文看了就很腻啊 谢谢 对 我觉得有时候你自己在创作那个过程当中 就是如果你真的没干真的是录不下去耶 哈哈哈 因为自己讲一讲会觉得突然很尬 很尬 就想说我在讲什么 我为什么要接这个 对对对真的 然后我觉得有一部分就是自己在录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自己抒发的一个方式 然后像我像有时候回去回头去看有一些听自己的一些内容嘛 然后我觉得哦原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算是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对对对所以就像我觉得就是做这个自媒听我可能最早我希望可以做出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我对于这个闺蜜海外私房化的定位来讲 我觉得更多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这个过程的记录 所以我其实对于刚开始就是你可能会很重视那些数字啊或什么的 我现在其实放得很开 就是觉得哎我就是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有点像跟你的内容可能有一点关系吧 就是你觉得你是你想要做就是你有你有感觉你觉得有趣的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既然是这样子的如果现在是这样想的话那就不用管太多 嗯比较比较随缘这样 就是回到你刚刚节目一开始那个intro啊 就是希望你的陪伴可以让你的听众变得更有力量 嗯嗯嗯对 对对 那那个你做这个自媒体啊你有看到大部分的流量就听众观众是来自哪里吗 主要还是以台湾的为主 然后呃当时在2020年的时候我有发起一个一对一的算是闲聊式吧 就是30分钟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发现有很多读者呃他们可能是在台湾 但是他们想要去海外工作 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开始或是有一些考量然后就会想要来询问这样子的或是讨论看看 所以我觉得我大部分的听众还是以台湾的为主 对啊这个我自己呃应该说我没有很意外啦呃像我之前就有听我其他的朋友就说他说啊你的节目应该都是以在海外的台湾人为主吧但其实不是耶我大部分都是在台湾的人 哦对因为毕竟可能朋友朋友也都在台湾吧所以会看到的人当然都是在台湾 对我觉得那个比例上面以台湾的还是为主要当然你会看到就是后台的那个分析也是会有别的国家但是相对于那个比例就会比较少吧 嗯我的节目目前大概是大概六成在台湾然后三成在美国嗯然后剩下的就其他地方这样 这男女比例呢男女比例这个我也很震惊就我本来以为我的节目应该是女生比较多但是其实差不多耶 对对差不多而且呃之前还会有一些急速就是像不久前呃我的朋友就是强尼他在讲他二代接班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题目的关系就是在讲什么呃那个钢铁厂这种的所以那一集甚至我的听众大概有七成是男生耶 哦比较硬的产业哈哈哈 我不知道可能是强尼的朋友都是男生吧所以他的朋友来听都是男生哦 然后因为像闺蜜海外私房的话应该大部分是女生吗呃我大概是七成左右是女生然后三成左右的是男的对 而且可能因为跟我名字也有关系因为用闺蜜对我觉得是跟名字有关系对但是其实我当时在设定的时候其实我是以海外工作者的人设去设定没有说特别要女的还是男的 嗯对啊我觉得看性别很有趣而且因为那个spotify的后台可以看到说除了那个地理位置跟性别之外他底下还会跳出说哦你的听众还有在听什么其他的歌手或者什么的歌然后因为最近力宏事件爆发之前的应该说之前的那些呃跳出来的歌手就是什么Taylor Swift啊然后那个Ed啊 还有什么周杰伦啊五月天啊五月天然后因为王力宏事件爆发之后立刻那个礼拜全部都是那个王力宏的歌 我觉得超好笑所以表示我的听众跟我一样真的是跟我差不多的心态因为我后来也就是刷了一波王力宏的歌 八卦路线的嘛 对啊你有看你的那个节目的年龄层吗 呃有有有有我的年龄层来讲大概是在25岁到40岁左右 嗯那个区间是最多的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毕竟我们就是这个区间的人嘛 嗯所以也比较我现在就是比较困扰说很想要往下扩散一点 但就是比较比较难接触到他们 哦就是20到24岁这样子的大学生 对啊对啊对啊对比较比较难接触到他们 可能你的比较有机会因为毕竟你是讲海外工作 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心去这样 我觉得看对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差不多大概分布最密集的就从25岁开始 20到24岁也有但是那个比例就跟25以上的比起来稍微少了 嗯 呃这边自媒体的地方差不多聊到这边 我们现在刚好可以接接下来的创业 那我这边真的有超多话题想问的 不过我们就请那个 雪莉先自己介绍那个Ritas这个品牌好了 其实我们在决定这个创业题目 为什么选做这个品牌 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们虽然是2021年上线的 11月上线我们正式的产品 但是其实这个创业这个项目 其实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就开始有在想这件事情 甚至是更早 但是真正开始真正执行 算是在2021年疫情的那个时间点 然后前期其实我们也很模糊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当时大概经过三四个月的摸索吧 因为当时也没有说 一定要锁定在台湾的市场 当时我们最早其实想法很多 想说我们可以 因为我在海外嘛 然后我们想说 海外的市场先开始 但是后来种种的一些考虑考量之后呢 我们是先有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概念之后 就是品牌的一个形象之后 我们才去衍生出我们的产品的 那我自己现在这个Ritas这个品牌呢 主要是在讲就是一国一世感的部分 那当时为什么会觉得一国一世感 这一块是我们想要做的 主要是因为来自于我跟我合伙人他的一个生活经验 然后我其实我觉得创业有时候就是就像投资一样吧 就是你要结合你自己的兴趣圈 然后还有你自己的资源 你自己的能力圈 然后再来就是看这个市场上有没有一些机会 那我会我们后来决定就是要做一国一世感 这个品牌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我们想要做自己有共鸣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 这样子的生活理念 其实你就会很难去说服别人 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理念嘛 那刚刚有说我的合伙人跟我其实过去都有在海外工作 还有生活经验 当时其实我们就非常喜欢就是去外面旅行 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去尝线 去看一些异国的那种商品 或者是去尝一些餐厅啊什么 那那时候虽然就是工作很忙 然后我们还是很喜欢这种一世感的东西 尤其像我的我另外那个伙伴 他其实就是很喜欢做这种家庭布置 然后他会去买一些国外的装饰品 然后我是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氛围 是我们喜欢的 所以这算是结合我们自己的兴趣圈吧 对 那后面讲到说就是你接下来你自己的资源 你的能力圈的部分 我是觉得因为像我们 我和我的伙伴之前都是做行销的 然后在个性上面本来就是喜欢尝线 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海外 其实也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接触这个异国的文化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 那也许我们可以创这样一个品牌 这结合我们自己喜欢的 我们有机会接触的 然后尤其像现在我可能是在美国这边 那我可能可以接触到不同的vendor啊 或是市场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觉得说可以用Ritas这个品牌 然后去传递一个概念 就是现代人其实都非常的忙嘛 但是大家都想要过比较质感的生活 质感的生活 但是有时候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 你要准备起来非常的麻烦 然后你想要有这样子的生活仪式感 但是你没有时间 然后你也觉得你没有那个精力去找这些东西什么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产品就是印度的香料奶茶 那你知道就一般人在家里可能很少会去备香料 大部分你可能香料可能有一些八角啊 或是什么的 但是你通常很少会买一堆的香料 在你的生活日常当中嘛 但是我们就觉得煮香料奶茶 这件事情是很疗愈的 尤其是在冬天 我当时会发想这个香料奶茶主要是因为 我当时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那个伙伴 他以前也是在伦敦念书的 然后很巧的是我们虽然是不同年去的 但是我们其实是住在同一个宿舍 我们虽然也是不同学校 对 所以当时他来伦敦找我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我们就是在宿舍里面煮这个香料奶茶 所以我觉得那个的氛围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那一天在宿舍里面煮嘛 煮完就喝啊 然后聊天 那一次的那个经验 让我觉得香料奶茶是一个非常抚慰人心的一个产品 对 然后也可以拉拢就是大家彼此之间的感情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不只是产品 然后我们也想要创造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给客户 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一个算是上线的产品香料奶茶 我们会选择当作是Ritas的第一个品牌 当然我们就是在卖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创造这样子的氛围嘛 所以在产品本身的礼盒里面呢 我们也会有仪式感的小卡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QR Code你可以扫描 然后会告诉你说你在煮这个奶茶的时候 你可以搭配什么样的音乐啊 然后什么样的电影 然后就是想要创造一个生活的那种氛围还有方式 好酷哦 而且就是通常创业题目 应该说比较多是听说你先有一个产品 然后才去想你的创业题目想要包装成怎么样 可是你们的听起来是你们先决定了 题目是你们两个都很喜欢的那个氛围啊 仪式感 所以才决定是Ritas 然后才去发想了 第一个产品是你们共同的回忆香料奶茶这样 对我觉得我们是由一个经验带出来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但当然前期在决定这个品牌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做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在一个寻找的过程 大概也是花了三四个月 曾经想过怎么做美国的市场 或者是甚至是印度的市场 或是东南亚的市场 但是后来都觉得以执行层面来讲 可能市场机会 首先你就是要了解你的市场 那我们后来想想可能台湾还是 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市场 所以就想说先从台湾开始 但是做异国仪式感这个东西 我们当时有讨论就是可能在市面上的一些品牌 没有目前好像没有特别看到 有这样子类似的概念 可能它有一些是餐桌上的礼仪啊 或是卖香料的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可能都是以商品做出发 但是我们的品牌是希望是一个氛围去做出发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开始的那个考量的点 对 我觉得仪式感这个品牌概念真的很棒 因为通常市面上你会讲仪式感或什么 好像不太会特别强调仪式感 通常是强调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就是质感的生活 以这个为出发的 对 然后但是你们又把它再往上升一节 是仪式感 那就可以像加入你刚刚说的 不只是一个香料奶茶本身 而是说还有一个故事 你可以搭配我们推荐给你的音乐 推荐给你的电影 然后那就是你自己专属的仪式这样 就是故事写的其实真的很吸引人 对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就是把一些异国的经验 可能在台湾可能没有办法接触这么多的 就是给人家一个新的体验吧 因为本身我们也是蛮喜欢去尝鲜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有很大的挂钩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是很 我们本身就很想要这样子做 所以在这个品牌上面 我们反而会比较有很多的想法 对 而不是说就是我们纯粹就是想要做一个business这样子 不过你们开始发想这个品牌 其实是因为你们两个有共识说想要开始创业 是先决定要开始创业才开始找题目这样吗 对 就是因为之前我跟我那个伙伴都是在半导体工作嘛 创业的这个想法 当时刚刚跟你分享就是在上海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模糊 然后我会想要创业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个性上面 就是比较喜欢自由 然后我觉得我个性上面也不太喜欢就是跟人家直接竞争 那如果我今天要在职场继续发展的话 那可能就是你就会考量到你接下来的管理职啊这些的 刚刚有提到说我搬来矽谷 我觉得矽谷毕竟它是一个工程师为主的一个地区嘛 然后以行销来讲我觉得我的优势上面 我也在想说哎我十年之后我到底如果继续在职场工作的话 我会在哪里当时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觉得说我好像觉得职场这一条道路好像过十年之后 我可能还是在同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部分我考量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做的话 说实在过去的经验都是在B2B半导体产业 然后其实我又不是很喜欢一直做重复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说哎也许我可以开始尝试去做一些还是行销 但是我希望这个行销是更有趣一点行销 那当时我就觉得电商这一块我想要尝试看看 虽然我之前工作的这个背景完全没有电商这一块 所以我刚来美国的前两年 我其实就去上一些跨境电商啊 然后还有就是Shopify的建站啊等等的 或甚至是那个Amazon的开店 我其实都有去尝试过 那那些都是我自己自己试的 就是没有跟我那个伙伴一起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摸索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哎蛮有成就感的 比如说我自己学了怎么用Shopify去建一个网站 然后这也帮助我后来就是当时在美国的算是第一个工作吧 当时就想说哎如果我对电商有兴趣的话 也许我可以先去电商的公司看看 所以当时有短暂在电商的那个公司工作一阵子 然后后来到了就是去年2021年 我才决定说哎我想要自己试试看 然后就跟我朋友一起 然后当时他也是也想要做一个职场上的转换 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一起合作 然后开始开始构想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过程也不是说 一刚开始我就知道说 我想要做这个 我就知道做这个 对我觉得真的很难 你都是在不同的摸索之后 你才知道说哎你好像觉得电商这一块 你觉得你好像有点兴趣 你可以继续做下去 然后再去慢慢挖这样子 然后到现在这样的品牌 虽然说你是去年几个月 然后就推出品牌 然后推出产品 但其实前面你是经过很多年的累积了 就一开始是在海外工作 开始想说其他的可能性 开始发起的自媒体 往下之后呢 又因为你自己的兴趣 就想说我接触一些电商 你甚至还上了一些课 然后后来才会在去年度 跟伙伴一起创业 就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快推出 但其实前面是很多累积的 就是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你也会比较稍微有一点感觉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去看 就当下比如说我刚才说 我自己在Amazon建站 我在开这个独立站的店 其实都是失败的哦 但是我后来比如说我现在在做这个Ritas的品牌 我会发现说有很多东西是我之前遇到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现在知道说我可以怎么去解决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之前我最早在做那个Amazon的时候呢 当时因为就觉得说我去参考那些卖的很好的商品 当然他有一定的选品的这个标准 就按照他这个选品的标准选了之后呢 你就看到说他找出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然后你就会开始去思考 为什么他他卖的这么好 然后你就会开始去仿造他的产品 但是我其实后来发现 你如果纯粹只是仿造一个卖的很好的产品的话 你不会你绝对不会成功 就是你产品一定要有独特性 当然大家都知道说你产品一定要有独特性 可是你在做刚开始在做那个过程 你通常都是从别人那边去去学过来 所以你当时会觉得说 我要跟他做的一样或什么的 那你就是缺乏你自己的策略 你自己的思考 然后你就是一位可能是仿造他的 比如说包含你的规格啊 颜色啊这些 那当然很明显的 人家在市场上这么久 然后你只是一个刚进来的一个品牌 然后做的东西又跟他一样 你不可能会胜出嘛 或者是你不可能会卖嘛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后来我们设计我们的Ritas的产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产品的差异性 就会变成说会一直提醒我 比如说你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市面上有这些价值的产品 那我们就会想说 那我们到底要做怎么样会不一样 譬如说像我们商品里面 因为大家知道香港买产 你会需要加这个糖 那很多可能是从成本最低的白糖 或者是到稍微比较高加一点的黑糖 稍微比较健康的 我们当时在考量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白糖我们一定不考虑 因为白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没有一样的糖嘛 然后我们又希望是给人家是一个质感的体验 然后同时要 虽然我们是异国的品牌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结合台湾的一些农业产品 所以在我们选的原料里面 包含茶叶 然后还有我们的蜂蜜 都是选择台湾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制造一些差异化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那个想法 其实对于我们在产品研发上面 我自己现在回来看 我就觉得蛮有帮助的 那你如果在之前没有这些失败的经验 我觉得我们可能刚开始会觉得 人家做这个我们也跟着做 就没有产品上的差异性 所以也是因为你开始真的在那个 可能Amazon上面做的那些电商的操作 有先试个水温之后 反而这个经验就随时提醒你说 好我们接下来做东西一定要做出品牌差异化 才会跟别人不同 就是从失败当中你会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去应用到你现在的产品上面 我觉得好像就是你不可能一下子 刚开始就领悟到这些东西 虽然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 但是通常就是当局者迷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一个学习一个过程 然后就是创业之前 我最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他们就是说创业你不可能 通常一次创业成功 基本上不太可能 你通常都是经过很多次的失败 最后才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比如说 你在做一个你的产品 那你是失败了 其实也不用太难过 代表你越来越接近成功 而且很多人都是 一直在转换创业题目啊 像现在台湾很多新创 就一开始他们其实根本不是做那个题目 然后是从那个题目后来发现 大家其实对原本这个题目没兴趣 但是反而看到了另一扇门 很多都是这样子 对对对 对就是透过你实际做了之后 市场的反应 你反而发现了另外一个机会 对啊 哦那我现在对产品还有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是香料 应该说香料奶茶 它是 我看你们现在就是 印度奶茶 对 香料奶茶只有印度的吗 还是是说它也是 其他国家也有香料奶茶 其实最早的源起就是从印度过来的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不管是什么季节 很热的夏天 他们都是习惯就是饭后会来一杯 通常一天来讲吧 他们的一杯其实很小 就是大概可能才50梦 这种小小的杯子 不是像我们喝 比如说喝个饮料 一次就500 对一次就500cc或700 他们都是很小很小 然后是用传统的那个陶杯去做 然后就是在路边卖 所以就是早上中午晚上 他们都会喝一杯这样子 所以最早是从他们那边来的 我觉得它就是香料这一块呢 其实在台湾人的眼中 可能就是做卤味啊 这些时候会用到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其实是想要把这个 算是新的这个 不算是新的饮品 但是对于台湾人 对于香料接触比较少的 等于说是有一个新的体验啊 可以尝试看看这样子 所以香料奶茶 这条产品线会不会之后就发展成 因为现在是印度的嘛 会不会之后有别的口味 比如说韩国香料奶茶 或是中东香料奶茶 还是什么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人比较少喝茶 我觉得是香料奶茶当然是从印度这边发起的 但是在我们应该是说你要怎么去变化它的口味 其实我们也有尝试做一些调整 就是在我们的产品里面 其实不只是原味的 因为原味他们最 所以那个茶的base就是阿萨姆的奶茶茶叶 对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更符合当地人的味蕾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这么强的香料味 或者是有些人对于八角的概念是他觉得就是做那个卤肉的时候要放的 所以他们用喝的 喝到八角的味道反而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这也是在我们自己的产品研发上面我们有做一些调整 那你说像土耳其 台湾常常在夜市看到是那个印度拉茶吧 我自己是没有尝试过印度拉茶 就是在夜市里面的 但是之前坎威也有跟我说 他喝过在夜市里面的那个印度拉茶 他说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想可能大家做法会有一点不一样 那基本上他的一个combination就是不同的香料 有绿豆蔻 绿豆蔻是关键 然后可能有一些会加那个肉桂 Cinnamo 然后甚至是八角 然后豆蔻这些东西 去做不同的比例上的调整 香料这真的是一个很异国的东西 因为在美国基本上我们都自己煮饭嘛 通常都是做我们习惯的口味啊 台菜啊 卤味啊 就什么东西丢下去 然后加点酱油炒一炒 差不多蒜头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因为煮久了 你会想要有一点变化 然后就发现 其实其他菜系啊 欧美或什么 他们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香料不同而已 哦 对 对 我讲到这个 如果美国的话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美国饮食这一块 一直是我很大的困扰 就以前可能在不同城市 你都可以很快的去比如说叫外卖啊 或什么 你常常不用思考说 你今天在烦 你下面要吃什么 可是我觉得来美国之后 就是你很多时候 你要自己去想要做什么 因为外面的东西又很贵嘛 然后我呢 我后来就最近就会开始订一些 你知道有一些 它是生鲜的食品 然后它都帮你配好菜 比如说Hello Fresh啊 或者是Freshly啊 这些 它就是已经都帮你煮好 你就按照它的这个Recipe 去做就好了 然后我才发现说 其实这个也蛮不错的 因为像我最近就做一个 它也是鸡肉 然后是那种酸辣鸡肉 像我以前 因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 所以我可能我的想法 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就是固定加一些什么白胡椒啊 然后酱油啊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拌那个鸡肉去炒一炒 然后味道就是都是那个味道 然后自己吃久就会吃腻 因为我又不喜欢重复的东西嘛 所以之前吃饭这件事情 我一直觉得很困扰 那最近我就是有买那样子 它们那种配好的 然后你就按照它的这个食材 然后步骤去煮 然后我才发现说 它们的酱料里面 其实你按照它们的那个酱料来煮的话 其实那个味道 其实就顿时的变得很丰富耶 譬如说它们会那个 你知道那个泰式的辣酱 然后加ginger 它们还有一个 有点是酸酸辣辣的酱 然后炒起来 你会就变成酸甜的那个鸡丁 就自己做就是 可能会陷入就是同样的酱料啦 可是如果你多一点这样子 不同的选择 可能就是 味道出来的就比较多元一点 对 我也是这样 就像因为鸡其实 你只要加一点点不一样的香料 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想要开发 新的异国的那个香料 我们家现在是有很多 那种意大利香料 就各种 哦 对 然后因为你就是 一罐一罐一罐 然后后台也有卖综合的嘛 就是可能会有parsley啊 反正还蛮多 就是常看到的那些 就各有一罐 但我最近又有点吃腻 就其实你知道意大利香料 其实那种闻起来都差不多 我现在又有点想要开发 其他地方的香料粉 哦 对啊 因为意大利很多都是那种 herb的东西 还有奶油 对对对对 对就是不同 都是药草 我是后来觉得 诶那个 有一些recipe 就是按照他那种做 其实 还蛮多不同的选择的 所以最近我只在吃 吃那个 recipe 定的东西 我之前还有特别 就因为我之前在德州住过嘛 然后我就很喜欢 他们的一个那种 烤肉的那个香料粉 然后还会托朋友 再从那边带来 是什么香料粉 它其实就是 barbecue的那个 的粉 德州最大超市 叫做heb 然后他们就会有 不是超市都会出那种 自己品牌的那种 香料粉 或是产品吗 然后我就是买它 其中的那个做 德州barbecue最有名的嘛 你基本上吃的德州barbecue 你不会想再吃其他地方 barbecue了 然后对 所以我那一款的 我就超喜欢 然后我之前好像还有 就送人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这类的香料 我就很想尝试 然后我最近想要买的一个东西 叫做那个 红甜椒粉 那个好像不辣 没有到很辣 对 它好像是不辣的 就只是有一个味道 所以我下一次也想要试试看 而且因为加了那个之后 就会 有一种墨西哥的感觉嘛 就不太 不太一样的感觉 对啊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你们品牌说 从香料开始 然后是异国仪式感 就觉得 没错 讲到异国仪式 就是一定要提到香料 没有 不只是吃的东西 就是很多味道 就是你一闻到你就觉得 哦 这异国风味就都来了这样子 对 真的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们目前那个Rita 上线两个月的心得嘛 就因为你之前回台湾 然后在忙那个推出产品嘛 然后有没有什么心得 有耶 很多 就是 我觉得虽然就两个月上线 但是其实从我们筹备到 到上线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 开始去做 promotion这些 我觉得 主要有几个考验吧 就是有些我们都还 不知道 该怎么解决 就是还在摸索的阶段 但是我觉得大概有 可能有四点 我自己觉得就是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就两个人 主要是两个人 虽然我们有 去找外包这些 帮我们去做包装啊 这些的 但是主要的人力来讲 是我跟我的伙伴 那我觉得怎么去思考 说在最有限的人力资源下 做最大的利用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然后怎么样去取舍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八二法则 怎么取舍 这些要做选择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困扰我们的学问 因为比如说 你刚开始 你如果要让你的品牌 有最大的曝光 你当然是开发通路 越多越好嘛 但是如果你铺线下的 这个通路 有一个优先的顺序 那你线上的呢 你要怎么去铺 就是我们人力 可能就这么多 但是如果你要 全部都上也不可能 然后你什么时候 开始去操作 这个广告啊 还有这个网红啊 这些这些部分 我觉得都是需要 做取舍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 解决方式 可能我们会去找 更多人去谈 比如说我们找 就是现在也在 创业的一些伙伴 他们可能也是 新的品牌 然后他们可能 已经乱过这一遍了 可能可以跟他们 去聊一聊 就是说他们 当时操作上面 他们的顺据是什么 就是多一点参考吧 对 所以我觉得一个考验 就是说怎么在 非常有限资源下 去做取舍 然后让你的人力 发挥最大的利用 这是我们第一个 会遇到的课题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心态 就是说 可能不要觉得 什么都想要完美的 再推 就是先求有 再求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务实的问题 因为像我们当时 就是在网站这一块 我们也有想说 我们大家都觉得 你那个品牌 你一定要有一个 好看的门面吧 所以当时就想说 那我们去看 有些他外包的公司 他可以帮你 架成网站的 然后那时候 我们有去问过一遍 就是都非常的贵 然后后来呢 我们最后就决定 那我们自己 自己做好了 自己先做 就是先求 有一个网站出来 然后可以下单 这个先以这个为主 那等之后 如果我们觉得 这个business是OK 可以run的话 我们可能再去找人 去优化 因为这也涉及到 我们的资金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 你可能就是要 不要想到 什么都要很完美 然后你就 你才能去做 我觉得就是 自己要有一个心态 就是先求有再求好 对 然后还有一块 是全能的能力 因为我觉得这一块 像我跟我朋友 之前都是在 半导体产业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 接触过这个餐饮料业 或是食品业 所以刚开始 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 去了解说 哦 比如说 如果你是要做一个食品 因为我们是饮品嘛 那它会有一些 政府的规范 对 然后所以就是 你需要大量的去 找市场的资讯 然后去问别人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要善用自己的 那个 弱连结 不见得是你非常熟的朋友 但是你会发现说 就创业之后 所有就是你可能 曾经接触的人 他可能都会给你一些资源 就是给你一些帮助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不要 不要 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是可以找人多多聊聊 然后找厂商聊啊 了解到情况啊 什么的 然后 全能的能力 我觉得还有一些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就比如说 你的品牌的定位 还有跟你定价的关系 就是因为这一块 我觉得定价 真的是一个学问 因为你当然是觉得说 你品牌 你是希望走一定程度的 中高界 可是你的定价 要怎么去配合 这也会搭配到 你怎么去 promote你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也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在 讨论在拿捏的部分 对 然后像近期吧 因为我们是有卖香料奶茶 也有卖香料红酒 那香料红酒 其实在耶诞节那时间点 是卖得非常的好 然后比我们想象中 预期的好 然后所以后来 我们就会发现 怎么样找到长期的供货 也是个问题 因为毕竟我们的产品本身 它有一定 是需要手工的 比如说这 那个香料的研磨 然后还有包装 其实蛮需要手工的 因为刚开始我们可能找到 只找了一家的企业 那后来发现可能厂商那边 可能供不应求 他可能货也不 他的货源也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 怎么去找一个 可以长期稳定供货 不会影响到我们 business这样子的 这个供货问题 就是我觉得也是我们 目前有遇到一个蛮大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在创业的过程 就是遇到的问题 才发现说 哦这个东西我不会 我要赶快去找人去解决 那我们也在这样子的 一个过程当中 就会有一些learning 比如说我们以后 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能有这么多 手工的步骤的东西 因为这样子你没有办法 大规模化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在找供货的时候 你可能不能只有一家的厂商 可能要两到三家 做backup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这都是 在这几个月短短时间 我们觉得 还有蛮多东西要学的 而且与其说是全能 不如说是 一直要学很多新东西吧 因为不可能全能 就是要一直保持 push自己去学新东西的能力 对对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 就是觉得 可以多找一些不同的人 正在创业的人去谈 然后或者是 现在有好多那个书 或者是podcast 都是在讲创业 或者是小资本创业 我觉得就是 你可能是从 不同的渠道里面 你自己去 赶快去增进你的技能吧 对啊 像是坎威 他们现在在做的品牌 是做那个 严选小农水果嘛 之前他们遇到的问题 就是供应链嘛 就是明明就很想要 推出过年礼盒 结果就还没熟 不然怎么办 就还没熟啊 没办法推出草莓礼盒 然后拖着拖着 过年就过完了 然后就大家都在问说 诶怎么那么晚才推出 我之前本来过年要送礼的 现在都没办法买你们的产品了 真的就是如果 而且你的东西 又有季节性的话 那个时间真的是会卡得很紧 所以就是 我之前有听过 他也有分享这一块 我就觉得就是你会遇到好多 你之前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 然后直到它发生之后 才知道说 哦原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像我们 就是通常最大的就是供货 我觉得供货 这一点真的是 很致命 因为你没有办法供货 你就根本没办法买 不管你前面做了哪些事情 都没有办法出货啊 对啊 所以这蛮 蛮解释的 他之前还有说遇到那种商标蟑螂 或是遇到那个图片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有跟你讲过 就是他们 比如说他会搜寻 所没有版权的图片 然后来用在他们的官网啊 之类的 就后来就被对方找上来告 对对对 我之前有听他讲过 所以他说这个都要很小心 因为你当时觉得你的品牌还很小 怎么会有被人家关注 但其实就这个市场上很显格 就是会有这种有心人士 像我们自己遇到的问题呢 不是商标的 但是我们有遇到就是说 我们可能跟别的以前熟识的人合作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人家也做跟我们同样的东西 本来是一个互相合作的方式 然后后来他自己也出了这个产品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 大家都有自己的考量的利益点 那我觉得怎么保护自己这一点 就是非常的重要 像我们就会觉得说 以后比如说我们再找一些 合作的厂商什么的 就是合约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就前期你可能会觉得 大家都谈好了 应该不需要这么 不需要这么 而且又是认识的人 但我觉得就是到后面 我们才认识到 就是这个东西商业归商业朋友归朋友 就是如果大家是利益是在不同边的话 其实最好就是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 然后包含就是合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吧 对这也是我们后来体悟到的 哇你现在Rita上线两个月 已经有这么多心得了 我们我很期待之后 还会有什么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那你们之后有下一波 什么新产品推出的计划吗 因为我们现在呢 主要目前的两款 就是香料红酒跟香料奶茶 那主要是作为冬季的饮品 那在夏季的话 就是春天或者是接下来的夏季 我们可能会开发就是人影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还在研发当中 所以就是等我们出来之后 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哦好哦 好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哦实在是聊了非常久 对 然后在最后呢 我们一定要推出一个给听众的好康 我非常兴奋 就是围棋终于有专属的折扣码了 各位听众听到这边恭喜你们得到了 得到了我们Ritas的九折折扣码 好谢谢学理跟她的伙伴提供了我们这个特别折扣码 折扣码呢叫做Vicky10%off 就是V-I-C-K-I-E 然后数字的10%的那个符号 然后offf这样子 对 只要输入这个在Ritas网站输入就有九折优惠哦 谢谢学理 谢谢Vicky 就是我觉得因为Vicky的听众 我想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就是喜欢尝鲜的组曲 然后希望就是我们Ritas的这个品牌 然后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新鲜的感觉 然后也很高兴今天能参加Vicky的记忆 不管是闺蜜的海外私访话或是Ritas 我觉得她的概念都是差不多 就是希望有这些东西的陪伴 让你变得更有力量哦 谢谢学理 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呢 比较着重在那学理个人的经验 海外生活 然后海外工作 像是她之前在伦敦念书的经验啊 在香港的工作经验 跟在上海工作经验 这些东西都是成为她后来的累积嘛 那虽然之前的行业主要是做B2B的行销 然后做半导体相关的 但是这些东西也让她意识到说 她未来的生活是想要更有弹性 然后尤其是你去想说 你十年后想要的样子会自己在哪里 像这个念头呢 就激发了她跟伙伴一起创业这样子 除此之外呢 也是因为这个想法 所以2018年的时候 发起了闺蜜海外私房话嘛 从Blog开始 然后到2020年推出Podcast 其实一系列都是主打说 我们在海外的职场工作啊 还有一种陪伴的感觉 然后去年度呢 她和伙伴呢 就努力了几个月 终于让Ritas这个品牌上线了 那Ritas呢 是主打异国风情的仪式感 让你会过上 在这种繁忙的生活当中 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体验这样子 那我们会把那个Ritas的官网 然后放在 放在我们的节目的介绍的连结这样 然后目前的两款商品呢 冬季的是香料奶茶跟香料红酒 好 那节目大概总结到这样 Shirley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话 想要跟我们听众说的 最后的话 我觉得就是 对今天的节目 我觉得今天就是跟Vicky也聊得非常地开心 然后也算是我自己一个回顾吧 从过去 最早从伦敦开始念书 然后到后面 开始工作 在好爱的生活的经验 然后到现在自己的创业 其实我觉得创业的故事 还有蛮多可以分享的 然后我也觉得说 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也是在考验一个人的 一个自律的能力吧 对对对 意志力对 因为你会 你一定会经历过 就是那个上上下下起起呼的心情 然后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 你能做自己喜欢 然后感兴趣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对我来讲 就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所以呢 就是很开心 今天能来参加Vicky的节目 好哦 那我们今天谢谢Shirley 我们跟听众说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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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